其实俨然领导西方各国领袖对抗俄罗斯的美国总统普钦 他的内政跟社会秩序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除了高通膨经济的压力让民怨暴声之外 另外保守派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接连做出两个争议的判决 让美国内部的社会民情似乎形成了两个美国 一个判决是我们在上星期报道的 他撤销了纽约州百年的一个法令 那么现在变成了是西枪到任何地方不需要理由 第二个争议判决是撤销了罗素韦德案 这个案子奠定美国女性拥有自主的堕胎权 这个案子被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撤销之后 将来堕胎的合法性各州政府可以自己确定 那么现在有26州将更进一步限制堕胎 其中有13州在30天内就会颁布堕胎禁令 全美各地都发起了上街头的示威 包括了抗议跟支持妇女多胎权的民众 全部都涌上了街头 LGBTQ的团体非常担心 他们的选择伴侣权未来可能遭到最高法院重新判定 而被限制 甚至最高法院也有可能取消美国的同性婚姻 美国民众近期对于最高法院的信任感 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新低点 继推翻纽约州强制限制法 允许民众自由携带手枪到公众场合之后 美国最高法院24日又做出了一项争议判决 撤销了电地女性拥有堕胎权的罗素伟德案 未来堕胎的合法性将交由州政府来决定 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 以6比3的裁决认定宪法未赋予女性堕胎权 判决将使26个州更进一步限制堕胎途径 其中包括13个已经通过处罚法的州 预计这13个州禁堕胎法会在30天之内上路 最高法院的判决出炉后 全美各地都出现大规模示威运动 支持与反对堕胎的民众都涌上街头 愤怒与庆祝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 这同时也是美国社会极端分化的写照 世卫运动也爆发零星冲突 爱荷华州由驾驶冲撞支持堕胎权的民众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在罗德岛民主党州议会参议员候选人 在抗议判决的活动中发言时 突然遭一名下班警官朝脸部挥了几拳 这名警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当地警方对此不愿回应 在亚利桑那州 数千名支持堕胎权的民众 在州议会大楼外集结 当时议会正在审查法案 议员们也暂停到地下室避难 后来警方以催泪瓦斯 驱散抗议民众 法院剥夺女性的堕胎权 也让LGBTQ团体感受到威胁 他们忧心保守派大法官将来也很可能 会剥夺人们选择伴侣的权利 甚至推翻同性婚姻 周六在旧金山举行的同志大游行 参与者也加入了声援堕胎权的行列 民调显示近六成美国民众 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 另外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 也降至历史低点 尽量起争议性的判决 让民众感觉到 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识形态 决定了国家的走向 法官的判决定 美国半数的州都将禁止堕胎 有需要的妇女未来只能到其他州进行手术 像是堕胎合法的明尼苏达州 10%的堕胎妇女都来自其他州 不少大企业也表达对女性员工的支持 像是脸书 苹果 迪士尼 娇生和摩根大通银行 都表示愿意支付员工终止怀孕的旅行费用 TVBS新闻总和报道